Python 也有觉得蛮好玩的一点 它这个写法蛮妙的 其他语言不行 其他语言你不要就直接 就是星号乘以几个 它就是输出几颗星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输出13颗星的话 其实就怎么样 在那个程式里面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开一个新的 module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Ctrl 加 然后print 的话 你们是这样 星号乘以13 直接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会输出13颗星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文字乘上几个数字 就会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设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类似像这样子 1到13颗星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在这边加一个4回圈 让它产生 因为我 也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变成i 有没有 乘上i 那这个i的话呢 我可以让他跟他讲说 你到那个清单里面帮我建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的范围就是从1到13 13下一个14嘛 然后帮我print print 的话记得在它的下一阶 就按个TAB键 你下一切 然后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输出的得到结果是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1到13颗星 就输出了 OK好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厉害的 如果你用VBA就没办法这样 VBA的后面你要 好麻烦 可是VBA里面没有repeat的函数啊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要留到repeat的话 变成你 它在写个内回圈 有没有 可能外面是for i 里面的话for j是你要跑几次 那个东西 所以 比较麻烦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在VBA里面 在呼叫Excel里面的那个repeat的函数 这也是相对吧 如果比起来这个地方真的python 就会简短很多啦 OK好 那如果说第二个 假设我希望做个变化 变化什么 变倒过来 反向 有没有 13到1 13到1应该OK吧 那一样嘛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数字变成 13有没有 先13 然后到1的话就是 1的下一个就0 有没有 然后逗点-1 这样的话呢 输出刚好就是颠倒 13 到0停下来 所以到1 然后step-1 就是越来越少的意思 OK 所以试试看 然后再来 后面呢 还要再做一个 变化 哦 这个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刚刚的这个 三角形有点像靠左对齐 那我希望它能够靠右边这边 也就是说呢 这个规则就有点不太一样 什么不一样呢 前面要加空白 那总共是13颗星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这边有12个空白 这边是12个空白 然后到0的空白 所以空白的数量是12到0 那星号的话是1到13 那这样怎么可以刚刚好 你想说那两个变化是不是要两个变数 当然两个变数可以啦 一个for i 一个for j 但是如果不要的话 你其实可以怎么做 因为加总起来刚好13嘛 有没有 total 那你就是用那个i去减它就好了 因为它跟它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说 减 i 如果是 i 等于1的话 那它是 所以total反应加起来是13 那至于要怎么去产生那个公式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可以 那做完之后的话 刚刚刚底下一样有把它颠倒过来 正向的嘛 然后把它反向 所以底下还有做成什么 等腰三角形 我跟各位讲 这个也是正教考试题 等腰三角形 其实没有想象中困难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 不是很困难的 你试试看好了 那甚至还可以把它画出 耶诞节快道 可以画一个耶诞树出来 只是说那后面有点复杂 你们自己衍生 所以一个等腰三角形 在这后面有同学问说老师 那我要画两个等腰三角形怎么做 OK 可以 程式会有复杂 不会啦 其实就这几行而已 OK 就这么多而已 2 4 5 5个print 就可以把一个 两个等腰三角形把它print出去 那至于那个规则 再怎么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来再来看 就是 如果利用那个信号重复输出 这个是python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写法 就乘上数量